Hello大家好,我是艾尔文 欢迎回到就是爱理财系列 今天我要分享如何存到你的第一桶金 影片最后我会给你三个总结 记得看到最后 你觉得存第一桶金困难吗? 我先说我的想法 我觉得困难 因为这几年来收入跟物价的联动性确实脱钩 在基本生活费变高的情况下 能存的钱自然变少 但也因此你更需要搞懂正确的存钱管理与技巧 才能在有限的收入中达到存钱目标 甚至踏上通往财务自由的路 这样说吧 就像是工作跟时间的关系 工作量变多时 可用的时间就会变少 想要维持工作生产力 就需要学习有效运用时间的方法 金钱管理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第一桶金要如何存到 待会我提的观点应该跟常见的说法不太一样 希望对你有帮助 首先我们来谈谈 这第一桶金该是多少钱 过去有媒体调查 上班族对第一桶金的目标 平均约为170万元 要花4年多的时间才能存到 可是你想想哦 这数字好像不合理耶 如果你去算一下 相当于每个月要存25,000元 而且每年的投资报酬率还要高达20% 光是要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 不少人就办不到了 这也是我要分享 存第一桶金最重要的观念 设定正确的目标 不要以别人的标准当作标准 比如刚刚那份调查中 超过半数的人觉得100万元是第一桶金的目标 但每个人的收入条件不一样 工作的年资也不同啊 怎么能用同样的金额当标准 所以这边介绍我一直在推荐的 存第一桶金的观念 是我结合个人条件啊 目标管理通用化的衡量方式得出来的 就是用时间来计算你的第一桶金目标 方法是这样 把你目前的月收入乘以15 就是你的第一桶金目标 比如你的月收入是4万 60万元就是你的第一桶金目标 这方法是以个人的角度出发 有一点难度 但也符合自己的收入条件 最重要的是哦 这个目标可以给人确定感 一来目标相当清楚 就是专心每月存下固定的钱 因此执行的动力会提升 再来完成时间确定 只要持续努力的去存 就几乎能确定会存到你的第一桶金 当然这数字也不是绝对 如果你觉得月收入乘以15 还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你可以再试试这个方法 不要改用月收入 而是每个月扣除掉所有必须花费后剩余的金额 再去把它乘以15的数字 比如说你每个月收入是4万元 扣除掉必要生活费后呢 还是价2万元可以用 30万就是你的第一桶金目标 这就是最重要的观念了 存第一桶金 不能再用别人的标准当作标准 而是要改用时间去衡量你的第一桶金数字 另一个观念哦 要把耐心当作筹码 用时间换空间 你应该听过复利 没听过的我这边快速解释一下 它是一种复制真身的概念哦 比如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某个层面来说 复利呢是自然界的法则 比如细菌的分裂啊 动植物繁衍速度 如果你把他们的累积过程化成线 它就会向这张图的方式呢 累积上去 这就是复利的效应 以稳定累积的速度来说 一个人的财富也会像这张图一样 而不是只值一条线的成长 换句话说 前面累积的速度是慢的 后面累积的速度会相较前面 成倍数成长 可能是因为你的收入变多 或者是你的存钱技巧提升 也可能是你更会投资理财 所以财富累积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这里面呢 就引导出一个重要观念 你目前能存的钱越少 就要越有耐心去累积财富 听起来不合理是不是 但你想想就知道哦 你不会第一次爬山 就去爬喜马拉雅山吧 如果第一次参加路跑 你也不会马上就报名全程马拉松啊 第一次应征工作 更不可能要求 马上要做总经理的职位 个人的能力都是需要 一步一步提升的 财富累积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存第一动经就是这样 虽然它是个值得追求的财务目标 但你越是急着想要完成 就越容易被快速致富的方法给吸引 结果是你还没开始累积金钱啊 就因为乱投资啊 乱差践怎么活动 比预期的还慢实现目标 反之如果你能够有耐心 达成的几率就会提升 比如第一桶金的目标 就以100万元来说好了 每个月能存下1万元的情况 若想要在5年的时间就达成 你的复利报酬率必须高达26% 非常的高 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变成7年 只要多2年而已哦 你的报酬率就只需要5.7% 这两者的投资风险是差非常大的 说个题外话 复利效益也会出现在职场上 大部分人毕业进社会后3到5年之内 同学之间的成就并不会差异太大 因为大家都还在累积能力的前半段 但是再过个3到5年 你就会看出差异了 而且会越差越大 原因也是工作能力上的复利现象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 存到你的第一桶金之后要干嘛 除了继续投资 我建议你可以拿去买回自己的时间 用在经营想做的事情上 前面提到你的第一桶金可以设为15个月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 等于你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也可以维持15个月的生活 在这15个月的范围来说 你是财务上自由的 虽然有期限 但至少金钱生活上没有非得工作的压力 这里面谈的是一个概念 并不是说你一定就要辞职 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抛下所有的工作去做别的事 而是你可以利用这笔钱 尝试去开发第二个收入来源 在没有第一桶金的情况下 你的经济压力通常会比较大 你的自由通常是被工作给限制住的 可是当你有了第一笔资产 你就可以比较开心 放心的去开发收入来源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如何存到你的第一桶金 给你三个总结 一开始设定自己的第一桶金数字 可以用月收入乘以15当做第一个目标 二不要贪快 要有耐心当做筹码 不要在乎多久才能达成 而是要在乎是否有依照计划达成 三追求合理的投资报酬 然后从收入中分配更多的钱去累积 这才是提早实现的关键 不论你现在是在什么人生阶段 如果是刚开始理财 都会需要面对初期本金不多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 财富累积速度会感觉超级慢 可是一旦突破后 资产与收益就会越来越快 那时候前期的努力 就会知道有多值得 以经验上来说 第一桶金确实是财务上的基础 但别忘了哦 实现的关键在于 你是不是抱着正确的观念去存 以上是今天的就是爱理财 祝福你也可以尽快存到第一桶金 接着是第二桶 第三桶 第四桶 然后实现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个喜欢还有分享 以及在右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别忘了留言哦 或许你的分享也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另外频道里面还有很多 跟学习成长有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进频道看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我的新影片能够再次跟你遇见的机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不妨就趁这次订阅吧 一起来学习成长 我是艾文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